电视剧天道里边的丁元英和瑞小丹的爱情令人神望 今天我想说说丁元英 我想说丁元英才是男人在爱情中该有的样子 丁元英第一次见瑞小丹 是他自己最落魄的时候 瑞小丹是受好友之托 帮他在古城找房子安顿他 安顿好之后瑞小丹说 你有什么事随时找我 而瑞小丹的好友欧阳雪说 他很快就算没事找事也会找你的 但是呢半年多过去了 直到过年瑞小丹他想起来 这个人从来没有找过自己 这是丁元英的独立 瑞小丹觉得心里过意不去嘛 可以在过年前来看望丁元英 在楼梯里就遇到了丁元英 捧着一箱方便面 瑞小丹说你过年就吃泡面吗 丁元英笑着说不是泡 我是主 这是丁元英的乐观 第三次瑞小丹来到丁元英家里 听了那首天籁之音 天国的女儿就爱上了一条音响 他就问这条音响多少钱 面对这条四十几万的音响 丁元英说就几万块钱吧 这是丁元英的低调 在瑞小丹组的文化人饭局上 文化人想要奚落丁元英 就请他当场赴诗一首 丁元英犯罪之中脱口而出一首自嘲 他说本是后山人偶坐前堂课 罪武经格半卷书坐井说天阔 让这些文化人自愧古无羞愧难当 这是丁元英的才华 瑞小丹安上丁元英之后直接了当 宽印解代 丁元英面对瑞小丹冰清雨节的身体 没有任何动作 他说我丁元英何德何能 敢领受上仓这样的恩赐 这是丁元英的定理 一直到最后让大家最心痛的那一幕 瑞小丹孤身制斗歹途前 给丁元英打了个电话 简单说了几句 丁元英知道他面临危险 但也知道这是他的使命 于是什么都没说 这是男人对女人的尊重 瑞小丹不幸身亡之后 丁元英痛苦到吐血 但还是他处理好所有的后事 完成好瑞小丹的遗愿 只身一人踏上了去德国的旅程 继续好好生活 这是一个男人的坚强 为什么丁元英的扮演者王志文 把天道原著遥远的救世主里边的每一句台词 都背得滚瓜烂熟 为什么这个电视剧拍完之后 还把这本遥远的救世主 放在自己的书架上再三评读 因为王志文知道男人当作丁元英 天道原作者痘痘的三部曲 遥远的救世主《背叛》和《天母红尘》 推荐给你 天道电视剧的男女主角是王志文和左小青 那么《背叛》改编的同名电视剧 男女主角是威子和许晴 看到这些演员的咖位 你就知道痘痘的书写得有多好 看完之后记住我这句话 男人当作丁元英 我是艾米娅 关注我带你读更多好书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